教室里,鸡仔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,垂垂注意到了鸡仔的异样,关心地问道, 哎,鸡仔,你又闯什么祸了?从老师办公室回来后就闷闷不乐的。 哎,别提了,上课偷吃零食,又被逮住了。 哎,你这个肚子还真是个无底洞啊,上课都忍不住吃。 鸡仔撕开一袋面包,熬屋一口,把面包都塞进嘴巴。 嗯,我又奇了怪了,老师是怎么发现的呢? 你瞧,我的脚都这么小心了,可还是被逮住了。 哈哈哈哈,你这两个鼓起来的腮帮子,还能再明显一点吗? 跟个小仓鼠似的,干脆啊,你再吱吱吱地告诉老师好了。 嗯,我还以为小仓鼠天生就有一对大腮帮呢,可可爱爱的,它们鼓起来的脸颊里,装的也都是零食吗? 嗯,没错,仓鼠啊,会把食物藏在嘴巴里,这是它们的一种本能,也是它们的天性。 而且啊,仓鼠嘴巴里能藏的食物可多多了。 嗯,它不会在嘴巴里放了一整个仓库吧? 不然它们怎么叫仓鼠呢? 这个特殊仓库啊,就是在它嘴巴两边的夹囊。 夹囊的延伸度很长,方便仓鼠塞下半个自己大的食物。 有这样一个仓库,即使仓鼠两三天没有食物来源,也不用挨饿了。 啊,要是我嘴巴里也有零食仓库就好了,想吃就吃。 仓鼠仓食物是它们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生存策略,因为仓鼠并不能随时都能寻觅到食物, 所以它们在找到食物时,就会多储存些到自己仓库一样的嘴巴里。 哪像你啊,只是嘴馋啊? 嘻,我也有我的小小粮食仓库,就等哪天吃不上饭了,靠着它们渡过难关咧。 哼哼,今天我就大方地给我的好兄弟分享一点吧。 鸡仔从客桌里翻翻找找,拿出了一个装满零食的小盒子。 拿,尝尝吧。 哇塞,鸡仔,你这粮食储备还真是充足啊。 垂涂拿起一包正准备开吃,却瞥见了包装上的生产日期。 可是鸡仔,你这零食都过期了呀。 什么?我的鲜亮板增长零食。 温馨提示,央宠物小仓鼠的小朋友们要注意了,如果仓鼠的脸颊长时间骨解,它们嘴巴里食物可能会发生变质腐烂,将导致小仓鼠出现进食困难等危险。 一定要及时清理,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你的小仓鼠,让小仓鼠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合垂涮,我们下次再见。